2017年12月9日,南陵县远景向抗疫老师喷辣椒水维权老师提供,因不满政府扣其奖金,安徽多个地方周六、九日发生教师维权事件,其中吴湖市南陵县数百名老师到当地政府抗疫时遭警方以辣椒水和暴力镇压,多名老师被带走, 但当地官方人员否认有老师被抓,并只有领导人接访,黄嫂山戴维森报道,吴湖市一位老师对本台记者表示,数百名老师在周六、九日上午到当地政府抗疫,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到中午时分,官方调派大派警察开始对老师动武,并喷辣椒水将老师们驱散。 他说,今天周六上午大概三四百人到我们政府门口啊,现在关键是没有答复啊,后来搞到十二点左右的时候,警察动手了,喷辣椒水,把几个老师拖走了,大部分被驱散了。 这位老师还说,目前官方的借口是财政上没省要钱,一个线的老师,大约有三千人,官方想将这一笔开支撇掉。 他说,财政这个收入恐怕也不是特别好,没省要钱,所以呢,老师这一块就像把它砍掉,不发了,一个线老师三千人左右吧,一个线的都没发。 另一位姓王的维权老师一对本台指出,文件规定老师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的公务员,但现在当地公务员的奖金都发了,但教师的就被证。 福克扣当地的房价,物价都很高,每月三千左右的薪水,可以说已经使老师生活困难。 他说,是政府拖欠教师工资,上面中央要求这个补发的那个应该是教师考核的钱吗? 教师法不是规定老师的工资不得低于公务员吗? 所以现在公务员的各项考核的钱都发了,老师的他,政府就不发。 我们现在基本工资不高的,两千多,三千块钱左右吧。 五湖的房价每平米,一万到一万五左右,所以这几年老师的怨气很大。 本台记者致电南陵县政府,该政府人员在回应本台记者时称,根据他收到的报告,老师们已被带到信访部门。 当地领导向他们做出解释,他否认有老师被抓。 他说,这个现在他们人已经在街坊了,被引导到信访部门进行街坊,抓了几个老师啊? 我这个通报上没有显示有圣邀老师被抓起来了。 现领导和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已经到现场开展了解释工作,这就是我收到的报告。 但在问及有多少老师的奖金被拖欠,他指并不知情,而吴湖市教育局的电话则一直没人接听。 另外,本台记者德西安徽淮南市的数百名编制外教师周六上午亦因为薪酬问题向当地政府抗议,要求获得和编制内教师同等的待遇,但他们同样被官方强力维稳。 而淮南市政府在周六下午回应本台记者查询时表示,老师们已离开市政府门前已没有老师聚集,不过政府人员对其他问题则拒绝回答。